所以這個大家再看一下這張圖 這上面請問這裡面的這個鋼梁的部分 是不是有很明顯歪掉的狀況 對 縣政府說這是搶險之前的照片 那搶險之前的照片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就表示之前很危險嘛 那之前很危險才會有 所謂搶險之前的照片嘛 而且搶險兩個字 我請觀眾朋友聽了 等一下我們會告訴大家 搶險這兩個字的意思 所以這告訴你一件事情 這個鑑案本身之前很危險很危險 然後這個案子你知道賣多少錢 這個卓冠廷發臉書說 這個案子當時賣六十萬 我們給大家看 你現在看到售物網站上面賣的是多少錢 上面寫每瓶八十三到八十五萬 表價八十三到八十五萬 成交價七十幾萬 所以這個案子貴不貴 很貴嘛 二加一房到三房四房的產品 所以這案子買下來也要兩三千萬 你買了兩三千萬的房子 那當然它地點是很好 它地點在這個地方 我給大家看一下 它在新竹市在封印洗來燈的後面 附近是十新國小學區 然後旁邊這個是新竹縣的圓柏 所以地點很好 離交流道又近 所以這個案子當時很多人去買 但是買的問題在於你施工大有問題嘛 除了剛剛那個乃玉所秀出來這麼多的貪幫之外 我給大家看幾件事 這個都是在起訴書裡面寫的 這有三塊 這三塊部分 因為雅翁哥說那2.5億我又沒有拿到 你怎麼又說那2.5億不乏所得 是要找我討呢 他說很多人都亂講話 你讓建商省下來的錢有多少呢 這件事情我有發到我臉書上面 我幫大家整理三件事情 第一個 你鋼梁本來應該有33.8公尺 往下打的擋土裝 請問擋土裝什麼時候要打的 那個是你施工開挖的時候 就應該要打的擋土裝 結果33.8公尺 你只有打多少 你只有打到這個長度 就只有打到18.5公尺而已 你知道這一段在檢調裡面說 他省掉多少錢 建商光這一段省掉1億5千多萬 然後第二筆 來 第二筆 那個你鋼不夠 他們想說偷激一點 用混泥土的地質改良裝 結果地質改良裝你也要省 本來應該有27公尺 你把它省到15.5公尺 這邊又再省了2690萬 這一筆又省下來了 第三筆省下來的 這個地質改良裝 你已經把它縮短了 還不夠 縮短還不夠 這時候嫌數量太多 覺得數量我也要省 減量減量 所以本來這個1873隻的 改成1103隻 然後再縮個兩公尺 所以總長度減少了 兩萬九千多公尺 這個部分省多少錢 省了七千萬 那七千萬再加這裡 兩千六百多萬 再加一億五千萬 這不就是兩億多嗎 所以楊文科說 我沒有拿兩億多 不乏所得 但看到的是 你幫助建商省下了兩億多嘛 那請問這兩億多 要算在誰頭上 你知道多少附近的民眾住戶 包括像大有可為在旁邊 那邊還成立了自救會 而且成立自救會是2017年 就成立自救會 請問2017年成立自救會 今年幾年 2024年當地的民眾生活在恐懼之中七年 然後你現在出來 國民黨出來聲援他說 他是清白的這樣 相信他無辜 請問這說得過去嗎 說不過去嘛 最後只給大家看一件事情 這個在起訴書裡面剛好 剛好有一段 這個風義在當地所打出來的這個廣告 跟這個起訴書的部分 看起來是合在一起的 什麼意思呢 來各位看這一張 這一張是風義在這個當時爆發天坑 特斯拉掉到裡面去的時候 風義發出來的聲明稿 風義聲明稿裡面寫什麼呢 風義講說 第一個這個地方土地之鬆軟 第二個又進入下雨期 第三他講說我們會幾強 他們這個風義提出搶險計畫 有沒有搶險出現了 風義在這個時候是 去年的5月18號的時候 風義提出搶險計畫 盡速完成本案地下室的基礎建設 他叫做地下室基礎建設 最後署名一個叫做 祖世平安耶穌愛你 你知道這個這個搶險計畫 多這句話有多關鍵 在起訴書裡面來 這邊怎麼寫的 起訴書搶險復工 這邊怎麼寫的 這裡在喜來登飯店 東莞的總統套房裡面 楊文科跟這個風義的老闆 這個劉樹居兩個見面 見面的時候 楊文科接受免費餐食招待 說7月9號這個搶險30天結束之後 你們就繼續接下去 意思是什麼 搶險完你們繼續施工 所以繼續施工完之後 你們的復工就可以謹速辦理了